媽媽,你喜歡我嗎? 傻瓜,媽媽就像天下家所有父母一樣 當自己的兒女像心肝寶貴一樣 還是要回家 沒法解釋一種感情已高過 叫我永遠有希望不會牽牌 沒得歲月後世還回 唯獨你從不算代價 芯哥,你喜歡媽媽嗎? 當然喜歡,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好嗎? 各位觀眾,你們好 又到了我們孝錦凍天的節目時間 我認為為人子女者 應該多點跟父母相處和溝通 因為父母在我們人生道路上永遠支持者 就像今晚我們嘉賓 他說今天的成就全憑他身後一位慈父 他無論處事、做人都聽他爸爸說話 他就是青咬脫俗的張天愛 Flora,我知道你自小就生長一個很健康的家庭 到你八歲大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送你去英國跳芭樂舞 你會不會覺得那時候 你很捨不得離開他們 其實那時候,因為自小,四歲的時候 我已經是跳舞狂 那時候不讓我跳舞 我就…沒有心機吃飯 沒有心機讀書什麼都沒有心機 所以已經去到一個… 為了舞蹈而任何人可以犧牲 你去到英國之後 真的和爸爸媽媽分開了 有沒有很想念他們 很奇怪 我想人們現在聽到我說 以為我很冷或者有些問題 但是真的沒有 因為第一,媽媽和爸爸那時候很忙 而且我去了英國 就進入住宿學校 變成由早到晚七點鐘起床 排到你十一點鐘,那時候九歲 已經這麼悶了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 休息也沒有時間 你十八歲就學完跳舞回來香港 但是很不幸 你媽媽在你十九歲那一年就過世 當時你的感覺怎麼樣 媽媽其實病了很久 她也沒有告訴我 後來我們最後回來 她已經知道只剩下幾個月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覺得 為什麼天天會對我這樣 真的很不明白 為什麼天天可以給一件這麼好的 就是家庭這麼好的媽媽 但是也不可以我們見到這麼多 我們整家 我兩個哥哥,一家姐 我們都很不開心 最不開心的是頭頭的五年 之後我就覺得 不行,一定要過段落 要明白這件事 媽媽很幸福很多年 明白了 很多事情沒有跟她說 沒有做到,沒有告訴她 但是現在到今天 我們都在我們的祈禱裡 跟她聊天,我覺得她能聽到 你現在這麼成功 但是你媽媽就分享不到你的成果 你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一定 因為她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次回來陪她 但是那時候我們的新婚仔態度 不太明白媽媽的愛心 叫你穿多一件衣服 叫你拿一把傘下雨 我們覺得可以了… 很煩 對,不要煩 媽媽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開始教我們 就越教越聽 對…就越教越多 但我們就要… 不要再說了 我說得 那時候態度 我就覺得不太好 因為自己現在有女兒 只是覺得… 她的脾氣開始讓我們看到 我們覺得 我們小時候 其實不應該這樣對家長 但是她看不到我們做這些事情 其實也好 我看過一遍 因為她更擔心 她更擔心 如果她知道現在 我是經常飛鬆角 經常做事做得很沙灑 對,我這樣瘦了十磅 對,你真的瘦了 她就會覺得不行了 我那時候會在她身上 給她更多壓力 那你接不接受你的繼母 我… 這件事我看得很清楚 媽媽跟爸爸的時間 是最好、最開心的 我們也知道媽媽不在 不是任何事情做到她 因為她自己離開了 離開了 對,離開了 我們也想有人陪爸爸 我們每個人都這麼忙 最重要是她開心 永遠都不同 媽媽和一個新的… 像後母一樣 我們這次要求爸爸說 她不是我們的後母 她只是你的太太 她是跟你一輩子道路 我們會很尊重你 不會覺得怎樣跟她鬥 或者去… 根本不輪到我們 這個不是我們的行業 我覺得 希望爸爸開心 最重要是爸爸開心 媽媽的去世 令爸爸張友興 在張天愛的心目中 比一切都重要 不過 連續34年 出任市政局議員的 張友興 非常之心得民心 由於公務繁忙 因此她能夠放在四個子女身上的時間 極之有限 但是張天愛對她 從來都沒有半句怨言 反而敬愛有加 你爸爸是張友興 是市政局的議員 你是否很崇拜她 自小 我想有一點 因為我覺得 世界上 其實有兩大類男人 一大類就是很向外 顧家, 自己做自己的事 另一種就是對外 就是幫社會做這樣做那樣 其實我爸爸自小就是對外 我們自小跟他去選舉 他對任何… 好像街頭的人 求他, 求他跟他們寫信 或者做什麼 他都會幫的 他都會 他都不會說 因為你是高層人員 叫他幫他 一定幫他 去掃街或者有些阿嬸 真的需要他寫封信 為了他小小事的屋邨 他都會幫的 我們寫字樓下有一個阿嬸 都跟我們做了幾十年 他一直看著他 養了他的嬸仔大 看到爸爸處事的方式 其實就是最令我覺得 全世界我覺得爸爸 有這個能力 有很多人做不到 因為香港時間實在太緊了 幫到這個, 幫不到那個 都是不幫的 實在用時間去做自己的事 就是為原則 所以這件事在香港做到 到今時今日是很困難 所以我學了很多東西 他很忙 會否忽略了 對你們四兄弟姐妹的照顧 我想他是看我們前途 跟我們找好的學校 找好的活動 安排了 但他並不是每天都陪著 我們小時候記得要打電話 要打電話寫字樓 問他一、二、三個秘書 隨哪個時間見我們 爸爸要打電話 才能見到你們 要去到他辦公室 還要過關一、二、三個星期 還要紅燈、綠燈的門口 有燈亮 綠燈就不能進去 正在開戶 對, 下燈才能進去 自小如果你有一點時間 可以和你爸爸一起相處 那時候你們的感覺如何 自小的感覺就是… 很興奮 不是, 很嚴肅 因為他經常看到我們 就好像要開會 坐下來 你就點, 你就點, 你就點 你最近就點… 我們遲些的想法就是怎樣… 你們就去英國, 你就去美國 這樣分配 經常跟他們開會 你經常跟別人說 生命中就有三個男人 對你很重要 就是你爸爸和兩個哥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他們幫我去… 好像去維持了我的性格出來 我覺得令我… 他們塑造了你的性格出來 不經不覺就跟了他們 有三個很大、很強的 他們最好的方面 就是爸爸就幫了我去… 已經好像黑了我的路出來 是要向外的 大哥就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去… 計劃 計劃 還有藝術方面 又是一個作家、畫家、彈琴 他經常跟我有切磋這些問題 經常有很多研究 我們現在在做很多事情 在一起 在做一個文化交流 在一起 三哥是和我玩的 和我騎馬 和我打球、游泳 陪我一起… 真的差不多年紀了 對… 哪裏有很多我心目中 覺得男士可以保護我 那些感覺 全部都在那裏 全世界都找不到 是比他們好 所以… 有這個問題 他們就代表了我一生人 在… 我做三十多年人 的… 所有一切的男士 我覺得